在我教学快十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不同阶段的孩子 会看到很多不同学生的样貌 会有一些像是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 他已经吸得无力感 再来比较奇特的也就是我们早期 可能不管是升学压力的学校 会看到很多学生 他只在乎他那所谓的一两分的部分 也许那学生已经每一次断考都考98分了 可是他却告诉我 老师为什么我永远都考不到100分呢 那可是对我来讲 我想我们要的不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到DFC学习法的时候 是在我研究所的时候 当下就觉得好酷哦 你会发现说 在你教的这些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加入你的课程 让你的课程更多元 让学生能够更与你贴近 学生他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说 哦 环境对啊 环境就是很脏 对 我们的空气就是有污染 把这个事情说成像是理所当然 借由着在DFC的学习法过程中 我会发现说他们在后来的部分 会真的对于环境的事情 他们会主动的想要去解决它 因为他们知道说 他们可以用各种更弹性的角度 去和周边的人互动 而不是永远是坐在教室里的那个学生 只要老师讲我听就好了自己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DFC的过程中 最重要是透过DFC的那些策略 其实可以真实的让孩子可以看到他在成长 甚至有很多思维又重新的加进来 我期待的教育未来 是每一位学生都能发展自己的多元能力 成就更好的自己 Yes, I can!